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天涯海角为了生活奔波 花开花旋人生 又有几个春色 还拥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 茫茫落落一胎一胎过后 谁会为自己的流年唱一首课 如果时光是一首课 你会用什么样的曲调来喝 烦恼忧愁交织着幸福快乐 岁月就是这样的在穿梭 其实时光就是一首课 我们用喜怒爱乐去看全河 唱过三天苦蓝的每段旋律 你会发现都是最美的影射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我们小区封闭馆里的第七天了 已经做了两轮核酸 今天早上又受到通知了 还要再做一轮 一轮要做两次 今天做一次明天再做一次 后面是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 第一轮核酸做完的时候 我想着没什么事的话 因为第一轮核酸做完了 过了好几天才做第二轮的吧 中间几天也没有什么消息 也没通知我们说有什么情况什么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想着应该马上就能解封嘛 所以那时候我在网上买菜 也没买多少菜 谁知道呢 后面又是第二轮 第三轮 后面什么情况 真的还不清楚 因为这次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尤其是上海这个米航区 因为我们在米航区嘛 重灾区 而且这个吴京镇也是重灾区 应该是米航区最厉害的一个镇了吧 没想到这么严重 今天早上我在手机上看看 想在网上买些菜的嘛 进了好几个ABB 菜都已经抢光了 等一下去看我们小区门口 那个菜饭们 有没有那个 还能不能给送菜 在他们那里买一点吧 家里还有一颗卷心菜 然后还有一颗白菜 蔬菜就没有了 都是一些荤菜 荤菜倒是囤了不少 幸好那天还买了一些水果 水果 暂时家里还有苹果 香蕉 橙子都还有 想跟大家说的是 在这个非常时期嘛 谁也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尽量家里还要多囤些粮 我之前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太乐观了 大家网上都在说 囤粮的时候 我也没太在意 幸好之前买了两袋米 买的时候我老公还说 不要买多了 马上没雨季节 怕发霉要什么的 还好没挺他的 买了两袋米 买了 40斤米 40斤米也够吃好长一段时间了 还好老家寄了一些那些干菜 我妈妈寄了那个干豆角 还有那个干的 我们叫月亮菜 上海这里叫扁豆 然后我婆婆也寄了那个干菜心 实在不行的话 这些菜也能凑合一阵子 好了 在这个非常时期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 还有现在还自由的伙伴们 一定要去囤粮 囤粮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